歡迎收看七點新聞 我是主播周又萱 新聞一開始就帶你來看到 海葵颱風的最新動向 它的路徑可以說一日真的是多變 而且最新路徑又在稍微的往南修了 我們就先來看到目前它的位置 是在俄羅賓的東方 大約60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預估在今天的晚間時候 就會先來接觸到台灣東部的外海了 所以氣象局在昨天晚間 八點半就已經先發布了海上警報 至於預估在今天上午的八點鐘 也會來發布陸上警報了 因為預估它持續朝著台灣的方向來前進 而且有可能就會落在台東到恆春的 這個期間是會來做登陸的 而且目前預估它會是川新台 有可能就會打破四年沒有颱風 登陸台灣的紀錄 那我們先來看到 它整個七級的暴風圈半徑是150公里 不過未來預估有可能會擴大到180公里 而且隨著它逐漸的朝台灣這個方向來前進 這裡的海域熱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的整個中台的等級 有可能會在持續的增強當中 那我們就來看到目前預估整個台東所受到 暴風圈侵襲的機率會是最高來到了90% 而至於苗栗以南也全部都是超過了50% 所以可以說預計在明天它到了這個台灣的陸地上面來說 可以說全台灣都會非常有感 而且預估呢就在禮拜天的時候它會籠罩了全台灣 一路到下禮拜一的時候 有可能才會從台南到高雄這個地方出海 而沒想到它出海之後竟然居然會滯留 就是因為它現在是持續受到這個太平洋高壓這個地方 非常穩定的朝著西北的方向 朝台灣這邊來前進 但是隨著它持續到這個西南海域這個地方 有可能呢這裡的導引氣流就會變得非常的弱 再加上這個後方呢是一個低壓帶 這個時候呢海魁颱風就會不知道它要往哪裡走 所以呢它會在這個海域上面打轉 甚至不排除也有回轉的可能性 但是呢我們都知道整個海魁颱風的路徑不斷的在往南修 所以接下來整體的路徑上面變化都還蠻大的 有可能目前預估它預估是會在下禮拜三之前 全台灣都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就來看到呢今天開始 其實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透過雷達回撥圖 就可以看到整個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雨帶是一波一波的掃入 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台東地區 以及大台北宜蘭山區 都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的發生 另外呢其實到了明天開始 整個颱風侵襲通過了台灣上空之後 東半部地區首當其衝 一定會出現了局部大雨 甚至是豪雨等級 至於在中南部山區也要特別留意了 接著呢下禮拜一到下禮拜三的這一段期間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呢 其實在這個南部地區這裡呢 就會開始出現了局部大雨 甚至呢中部的山區也會有豪雨等級 可能接著要到下禮拜四 下禮拜五受到整個地壓帶的環境之下呢 才會稍微的趨緩 不過呢接下來它到底路徑要怎麼走 現在變化都很大而且各國也有不同的分歧 而到了今天開始呢其實下半天就會逐漸 受到整個海盔颱風的影響 所以在周六這個地方其實就會先出現了三米的浪高 特別是東半部首當其衝 而到了禮拜天也就是它影響我們台灣最劇烈的時候 它通過了台灣上空會先從台東到恆春這個地方登陸 所以呢這裡有可能就會先掀起了六米的浪高 最後呢就是要來看到風力的部分 也是從今天晚間開始整個風力就會逐步的增強 所以呢從今天的下半天 北部還有東半部要先做好了防台準備 至於中部還有南部地區以及整個東半部呢 可能會在下禮拜一到下禮拜三 整個風雨會是最影響的時候 很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